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许多明星在这个时候纷纷战队状态 一天亡情 引发香港娱乐圈大地震 香港电影界大亨向华强的夫人大为恼火 炮轰周星驰 长达五万字的文章中到底写了什么 像是家族背景 为何成为焦点 众星战队 三大营地 齐称与星爷不熟 我跟他合作只有一次好多年前了 但印象当中他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我们心理上也没有什么人 周星山只是我 你跟他也不熟 我也没有拍过他的电影 也没有跟他合作 曾经就爱 却出面力挺 而老大弹吴梦达对周星驰的评价竟然出人意料 长江七号本来周星驰演那个角色就是我来演的 也演的 年八八的我的范围都抢了 那我还能混吗 从黄胜一到章鱼起 周星驰一手捧红的艺人为何纷纷与其分道扬镳 背后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事儿 看上导演的称呼又从何而来 走进荧幕外的周星驰 本期老良官事件为您揭秘 周星驰被黑风波 事情的起因是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热帖 这个热帖的名字叫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 这个帖子长达五万多天 把周星驰童年时候的经历啊 包括心路历程啊 以及这些年他做的事情 感情经历 包括得罪的圈里这么多人是为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帖子呢 大多数时候是从正面树立周星驰的倾向 给周星驰诸多别人不理解的行为进行辩解 这个其中就涉及到呢 说是周星驰和原来的合作方 香港永胜电影公司的这个制作人 也是永胜电影公司的老板向花强 说这个人呢 有黑道背景 因为这个言论极大的储陆了向花强的夫人陈兰 所以站出来 号公周星驰 当我说这篇文章长达五万多字谁写 这个人至少是个周星驰的粉丝 而舆论界猜测 这可能就是周星驰背负的公关团队 因为向花强所在的原来叫永胜电影公司 现在叫中国性集团 这是在香港娱乐圈里头 势力相当的强大的一家电影制作公司 而周星驰的影响力 这自不代言 可以说这都是圈里响当当的人物 那么由此波及越来越大 圈里头很多名人在这时候站出来来表态 有的人站在周星驰一边 有的人站在陈兰这边 大腕一级的都站出来表态 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效果 很多人说周星驰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 也是个偏长的暴君 自私自利反复不常 很多人把这些陈古的烂尸们都倒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影响越来越大 迅速之间 娱乐圈里围绕周星驰的口水仗 打的是不亦乐虎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香港这些个明星 他们都站在了哪一边 都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 向华强的妻子陈兰 近日火力全开 靠红周星驰 他在9月8日 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 列举了周星驰五大罪状 这一事件引发香港媒体圈一阵哗然 多位明星纷纷表态 表明立场 其中三大影帝 刘青云 陈达华和张家辉 在接受采访时力挺陈兰 与周星驰不熟 周星驰我也不了解他是什么 周星驰其实我跟那个不熟 我也没有拍过他的电影 也没有跟他合作 我没有太留意这段室闻 但是我觉得 他其实很有才华的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明星 站出来声援周星驰 慕文卫就在采访时表示 周星驰很会照顾人 我跟今年代季大人 只会学习很多东西 他很照顾人 如果只有好话 此外 在唐国古典秋香中 誓言华夫人的郑佩佩 以及刘霞玲 许骄 陈法荣等都表示支持周星驰 而刘德华表示 对周星驰的为人 未知可好 但他一直是周星驰的盈利 我跟他关系 就跟电影上面的合作伙伴一样 我真的没很多时间跟他沟通 我只可以说 现在 以前 未来 我都是他隐蔽 其实这些陈年旧事 根本不足以影响今天的口水战 所以说周星驰 为什么卷到这个 舆论的漩涡当中 就是这个捧他的这个帖子里边 说出当年 如何如何跟向华强交往 怎么这个公司有黑道背景 这个事 不能被现在的中国性集团所容忍 所以向华强 他的太太陈岚替出面 说你周星驰不能这么侮辱我们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明星战队 无非要澄清一件事 就是我中国性集团并不涉黑 你要说谁有黑道背景 那人家肯定跟你急 你得拿出证据来 这件事情直接戳中了 向华强中国性集团的这一个废管子 那么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